你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聞 歡迎收看佩博公民新聞報 談到嘉義縣東石鄉 很多人會想到 他們是鵝仔養殖的重症 當地有一位科貝藝術家 他將廢棄的科貝 變成美麗的裝飾 也期待更多人 透過他的作品 認識美麗的東石鄉 遼闊的大海上 漁民正使著船隻向前航行 路旁漁溫裡的水車不斷打轉 鳥兒則在旁嬉戚 翱翔 屋簷下 秦阿瑟們正忙著 將採收完的蚵仔剝殼 挑出殼肉 這一幕幕傳統樸實的畫面 正是嘉義縣東石鄉的最佳寫照 在這裡有位土生土長的 藝術家蔡英傑 他到處收集廢棄的蚵殼和貝類 將他們一塊塊拼貼在牆面上 重新塑造成具有濃厚漁村色彩的藝術品 以創作的畫面上 我喜歡用包巾 一些斗粒 這整個形象 這整個形象 讓我感到在創作過程中 我看到我媽媽的造型 以幸福的一面 蚵背藝術其實非常困難 首先要到處收集蚵殼及貝類 經過挑選和曝曬後 每個貝殼才能呈現最原汁原味的顏色 其後需要大量的人力及時間 利用水泥將貝殼一個一個的拼貼上去 過程相當不容易 幾十年創作的道路上 蔡英傑難免碰上不可預期的災難 她最知名的兩大牆面壁畫 希望之農與希望之海 因為颱風的破壞和政府的拆遷而走入歷史 面對藝術品的殞落 蔡英傑始終難以忘懷 希望之農她其實是很滿意她的這個作品 可是這樣就消失了 那猜的就應該是猜了吧 她的說明就是這麼長 我們應該生命就像 畫破長空的流行 它應該不是這麼快的消失 她應該是不美有存的 人生就像一場電影 不可能永遠高潮巔峰 雖然創作的路途不怎麼順遂 但蔡英傑依然堅持她的科悲精神 就像她說的 生命就像畫破長空的流行 過程雖然短暫 但卻長存人們心頭 相信總有一天 大家會看到她心中永遠的故鄉 東時 在南部有一種特別的賽哥林競賽 讓鴿子背著特製的木林飛上天 在比賽時間內能夠背回最多木林的鴿子就獲勝 而這種特製的木林都要靠純手工來製作 台灣人這個東西是算我們南部這裡 因為我們南部這裡就算 會知道 北部就算就來有這個 賣款 或是這個電視 頂賣賣款 像這個 這個頂要做一個館 一個館 然後做兩個都這一館 兩個都八館 你就會被那邊沒聲 都被我們做處理哪有丟臉 因為要有鴿子 所以像這個鴿子 這個他在哪裡 這個也不可以買 這個鴿子也不可以買 都要自己做